這棵聖誕樹也太閃亮了吧 這棵聖誕樹也太閃亮了吧 我們現在又在警察局了 在維路納警察局 出來 我覺得很誇張欸 我現在就長得很硬 很誇張 連路人都來關心我們 如果只有一個人 我真的可能會哭場吧 我現在只在發抖 我不是等還是因為太生氣 嗨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經濟的 我們現在抵達市區了 等一下要前往我們的飯店 我這次訂是訂在火車站旁邊 所以應該很快就到了 那我們就飯店見 你要看那個 床頭燈 嗨 大家好 我們已經抵達我們的飯店了 這間飯店真的超級新的 我不知道他們是新開的飯店還是怎麼樣 但是他從樓下到樓上什麼都非常的新 然後很有現代感 整體的設計還蠻簡約的 超級新的這間飯店 其實我們住的這間飯店終於有全身景了 而且他都是木質調的家具 感覺非常的舒服 欸 廁所很讚耶 超趕緊 這根本就是要牛蛙 我覺得9.1值得 值得很奇幣 而且他們有花灑的淋浴 然後也有可移動式的淋浴 然後開窗出去 沒有什麼view 就是停車場 旁邊就是火車站了 這鏡子超大面的 欸 好高級喔 好像一個離合 這種是二合一的沐浴洗髮乳 還有肥皂 這邊有台子還蠻好的可以放你的行李 看他下面櫃子這裡有什麼 空的 欸 可是 然後還有mini bar 裡面有東西 然後桌上還有餅乾 然後我妹已經覺得太舒服 已經睡著了 躺下來了 不要擔心不要 這就是我們在Velona住的飯店 抵達這個城市 覺得這邊好荒涼喔 就一出車站都沒有什麼人的感覺 飯店旁邊也都蠻荒涼的 所以我不確定說我們走到市區 是不是有一段距離 大家我們剛剛發現 其實我們飯店的電梯可以直達火車站 它都有指標 火車站在哪 欸 左邊 超近 我們剛剛到底在幹嘛 我們剛剛走好多冤枉路喔 難怪有人說 離車站很近可以直接通 欸 可以耶 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我們飯店就在火車走出來的左手邊這裡 看到停腳踏車這個地方走進去 會有電梯 就可以直達我們飯店的lobby 我們剛剛從這裡一直直走 然後走了大概十分鐘 再做一個U-turn才到我們飯店 OK 那我們現在要試著走去市區 走吧 嗨 大家我們現在已經走到市中心了 其實我們剛剛一路走過來 路上還蠻多餐廳跟商店的 所以看地圖算是二十幾分鐘 但是其實走起來我覺得不會算很遠 因為你就可以邊走邊看店家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現在已經非常有聖誕節的氣息了 到處都是聖誕節的裝飾還有聖誕樹 很可以喔 競技場好像就在這 然後這裡又有很多警察了 他們是裝飾真的樹耶 他直接拿那個 就後地取材用當地的樹 來裝飾 走爬上去的 欸我覺得好可愛喔 我覺得比羅馬那個可愛 哇義大利真的是每個城市都很美 為什麼隨便一條街道都這麼美呢 為什麼隨便一條街道都這麼美呢 這邊就是競技場 其實旁邊就是那個購物大街 可以 大家我們剛剛點了這小杯的是3.2欧 黑巧克力超濃郁 很苦 我喜歡 天啊 草莓好好吃喔 它還有那個可麗餅耶 這裡有夜市耶 關門 才快八點就要關門 就要收攤了 哇 前面那棵樹好亮喔 它馬上已經有聖誕市集了 旁邊也有熱紅酒耶 三歐 一條才一歐耶 好便宜喔 這是很像士林夜市之前有賣那個啊 水果蘸那個巧克力 這個德國也有啊 這棵聖誕樹也太閃亮了吧 好 我們決定來點個東西來吃 我現在要點九歐那個 有什麼菜啊 香腸跟一般的包子都可以 嗨大家 我們現在又在警察局了 在維洛娜警察局 因為我妹剛剛我們去一個聖誕市集 然後在上面 因為我妹她把手機放在口袋 只有一秒鐘的時間 然後手機就被偷了 所以我們現在又來警察局報案 所以如果來義大利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 這邊小偷超級的多 不管在哪個城市都一樣 然後她剛剛買了一盤食物 現在完全沒有胃口可以吃 我剛剛超餓的 然後我就去買了這個 然後我還跟店員拍照 很開心的拍照 然後我們想說到旁邊吃個東西 然後因為我手上很多東西 反正我就拿這個 因為很大盤 要拿餐具什麼的 我就暫時先把手機放在口袋 給他們看一下你的口袋 我就放在口袋 一秒鐘 這一種開放式的口袋 很危險 對很危險 你一秒鐘馬上被偷 因為她 因為你想說只是一下下而已 但是就是她就是這麼 就是趁那麼 一瞬間她就幫你偷走 太誇張了 我覺得真的太誇張了 我真的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我剛剛真的是快哭出來 我覺得很誇張欸 我現在腳下人要哽咽 很誇張 連路人都來關心我們 對我們剛剛蹲在地上 然後我 我姐又沒有筆 然後要記那個警察局的資料 而且我們又不會講英文 他們英文又很差 意大利文嗎 嗯 他們 他們啊 我說他們不會講英文 然後我們又不會講義大利文 然後所以就溝通得很困難 然後又要記錄他的那個 警察局的位置 又要找 然後手機 我們手機又快沒電了 所以我全身在發抖欸 我覺得錢包不見 不知道啊 我 錢包不見 我也是很不爽 但是就是 就覺得 好那就算了 隨風去了 但是我覺得第二次又遇到 我就覺得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喔 我真的是會氣到發瘋 我真的是 我已經算是很樂觀 然後很能夠就是 把事情看淡的人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邊真的是 我相信應該不會再來 我覺得這邊很美 但是我覺得 它over 我現在講講還在戰鬥 你說義大利嗎 太誇張了 可是其實北邊的義大利 已經算比南邊的義大利安全了 真的太誇張了 所以真的 不能一個人來 真的不能一個人 要兩個人來 我如果真的一個人 我真的可能會苦慘吧 我現在在發抖 我不知道是冷還是因為 太生氣了 所以啊 就是這種開放式的口袋 不管你就是 再怎麼覺得 很快可以拿起來 你都不要放在口袋 你一定要放在 他們看不到的地方 真的不要怕麻煩 因為我就是想說 只是一個轉 一個move而已 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不見的 太誇張了 我們上一秒鐘還在拍照 我真的感覺生氣耶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趕快回 我們的飯店 把他重要的資料 全部都登錄出來 而且我手機也快沒點了 而且根本這邊 報案也沒有屁用啊 因為他剛剛 要我們填一張單子 而且連蓋章都沒有 他說沒有辦法報案 他就說 要我們去找保險公司 看有沒有辦法理配 所以我們就只能靠自己這邊 抱幾隻沒有用 真的 自己小心 你們可以看到我東西真的沒有什麼吃 我剛剛一拿到 馬上就被偷了 我連吃都沒有吃 就被偷了 我 一路從剛剛的市集 然後走了二三十分鐘 我一直拿著 端著這個 這一盤香腸 我真的傻眼 我為什麼要吃這個啊 也許我不吃這個 我應該就不會被偷了 但是人生沒有早知道 人生沒有早知道 不要拍照就好了 大家 我真的是 我氣到真的有點吃窮啊 不知道說什麼 太生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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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 那些偷錢 偷錢偷東西的都去 他們真的太沒品了 超級沒品 你說比菲律賓還可怕嗎 對 那可能我沒遇到啦 因為我同事也是 有在菲律賓被偷 但是 就希望大家不管在任何地方 就是 都不要遇到這種事情 這真的 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不要再來義大利也不行 無法 可是我們上去巴黎 我覺得巴黎也很危險 只是我們很幸運 不管 在哪裡都一樣 真的 要小心再相信 我真的太大意了 我真的太大意了 好 要以我們為之接近 所以就學一次教訓 就得一次乖 學一次乖 我只能覺得 前乃生外之 至少我不是一個人 而且你至少還是安全的 好 我們趕快回去處理 後 善後 走吧 而且這邊警察局 超陰暗的 對啊 我們剛剛走進來 想說這裡也太荒涼了吧 然後 那個路上還起霧 想說這什麼鬼地方啊 這樣那麼冷是 是要讓我再更悲傷嗎 我能想像就是 有一些人 一個人來 然後被偷 那個心情會有多慘烈 我剛剛真的是要哭出來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我現在手機也快沒電 然後我們 還要走回火車站 因為我們沒有住在市區 所以可能要再走個十分鐘吧 那我們就等一下回去 把東西 處理一下 再看怎麼辦吧 好 嗨大家 我們回到飯店了 然後我們剛剛去警察局 就是 警察請我們填一張單子 看起來非常的扭 因為它上面也沒有蓋章 也沒有他們的簽名 所以就說 他說 因為我們只是遺失 所以不需要就是報案 只需要就是 填這張單子 然後如果你有要保險的話 可以給保險公司看 就這樣 然後他說 就是被竊到的話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如果你只是 被小偷偷走 然後遺失的話 我覺得你就不用想說 我會找得回來了